中文字幕 李宗盛 有的时候天职给你十分 怎么样努力 你只有六十分 你要想一百分 老天爷一定要给你五十分 我也是感谢老天给我的很多 所以努力一点就可以有 白光 白光这个艺名 是您自己取的吗 是的 那个由来是怎么样 为什么会取白光 这么一个特别的名字 就是这样的光 这样的打出来 你就觉得那个光 好多到白光 对 这个最多了 这个最厉害 这个最厉害 就是因为这个 看到这个光 荧幕 我是看电影嘛 看到放映间 打出来那个 放映机的光 打到荧幕上去 我就想 哎呀 我慢慢一起拍电影啦 因为 演舞台戏 跟拍电影 是有 可能是一样的 连带关系 那么就想 我将来拍电影 叫什么名字呢 一道白光 所以就想了 名叫白光 所以这道白光 小孩的时候 才念小学的时候 这道白光 就一直照射到今天 哎呀 也不敢当 是这样子 这是真是很客观的话 有一个很奇怪的现象 因为有一些 影迷会说 哎呀 很奇怪 因为白光小姐 她主演的电影 很大部分 她里头演的 都不是非常正面的人物 可是呢 在当时 名风非常保守 还蛮古旧的时候 那影迷不会说 很讨厌 说哎呀 这个人坏人 不会呀 还是很喜欢您 我觉得那是 您独特的魅力 让人家觉得 虽然你在演一个反派 可是还是不许讨厌你 您觉得这里头的 的那个那个那个 秘诀 那个奇妙在哪里呢 我想主要原因 还是天生 天生的 老天给我 第一 第二我做人呢 很真诚的 嗯 我做人厨师 都很真的 虽然演戏呀 我是演那个角色 嗯 可是 我是演绎那个角色 我也是很真的在演他 那么看起来呢 他也是很真的 好像没有扭扭捏捏啊 装枪作势那种情况 没有的 那么大半人都是比较喜欢 真的事情 真善美满 非常喜欢 主要原因还是 我的观众喜欢我的 性格 那么也有的时候 常常被观众不喜欢 不喜欢我也无所谓 因为那是演绎嘛 但是不是我嘛 嗯 那我个人就没有什么问题 我的亲戚朋友 所有的认识朋友 你知道的我来这里啊 我所有以前的 现在的年岁大的 年岁小的 我都喜欢我 嗯 因为我 我很喜欢人 所以你要是让所有的人都喜欢你 你必须喜欢所有的人 对 用真诚的 你必须开始 你开始 对 你不要说啊 庄庄的 你们要喜欢我呢就不行 白光阿姨不想您介不介意问你一个问题 就是大家都觉得您是一个非常浪漫的女子 您的感情生活 大家一直都很关心 也觉得是真的是蛮丰富的 您对感情的看法是怎么样的 我的理智也很强 嗯 我的感情也很强 嗯 所以啊 有的时候不了解我的人呢 就以为我是无情 嗯 其实不是 我分析事情的很冷静的 我做事也很冷静 我 我不小气 那我做事都是看大处 我要把事情正正当当把它做好 那么为了成成就 为了成就事业或者成就某一个人的事业 某一个人的前途 我可以欣赏自己 我没有那种 自私的小气的那种 好像 我要跟他谈恋爱啊 所以我就要跟他在一起啊 他将来的前途怎么样 不要 完全不理啊 不管 就是不是不 这边有些照片非常的珍贵哦 好像这张 哇 这张 是非常早期的 一个记录片是吧 叫东阳和平之道 不是 它本来是东亚和平之路 东亚和平之路 哦 这是个记录片 你当时是什么性质的记录片 那么就拍了好多什么 万里长城啊 八大岭啊 云岗石佛啊 什么啊 还有好多公公博物院啊 很多这些中国的 就是现在所有的游客都跑去看的地方 哦 就用 最早的旅游的宣告短片 等于旅游宣告短片 这个是 很可怜 那时候没有有 那时候没有机会旅游嘛 那时候是哪里有旅游 嗯 画面上看看也是好的 六十年啊 六十年啊 这个是《荡福星》里头的 六十年 《荡福星》 就是白光阿姨很喜欢的一部电影 《荡福星》里头的 一个巨招 一个巨招 这是《雪染海棠红》 《雪染海棠红》 这张照片 你看那个打扮 多时髦啊 白光阿姨那个时候的 我想她的行为啊 她的衣着打扮啊 甚至我跟她拍照片 那个pose 那个姿态都是 这是 pose是摄影的高领梅先生 给我拍的 高领梅先生 哇你看这张 看这张 这张就是 现在尺度来说 还是蛮大单的 都是高领梅拍的 高领梅啊 老先生最健身的 问题不好 哦 这个也是她拍的 这张 这张在上海她拍的 这张可能更久一点 更久 她上海开的这个国际照相馆 给我拍的 哦 1941 1941年 5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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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时候拍照实在是很 很好的事情 可以把很多的回忆都留住 这张照片我真的 依稀好像不是很像白光 这个 这个我念初中了 初中的时候 初中的时候 那时候套入影坛了没有 没有 还没有 哇 那个时候真的 他们认识日本的实业家嘛 嗯 他们那个日产 Nissan Nissan Nissan那时候他们搞汽车 是 所以今天日本人呢 他的汽车成功了 不是一天半天的事 嗯 这是我念初中时候 15岁的时候 他们搞这个日产汽车 这是打仗以前 他们找我去拍广告 哦 真的啊 我没有给人拍过广告 这是唯一的一次当广告明星 唯一的一次广告 给他们宣传他们的汽车 这都在打仗以前 这个是比较近期的 就是在这儿 在台湾 在台湾 是有一次 这是我随便登台来的 登台表演的时候 随便登台来的 啊 其实是个这么多年 这次重新回到国内来 也曾经在电影院 什么都发展的 随便登台 很好了 可是还 那个时候还不行 歌迷跟你们 还是非常的热情 对您 好命 你心里的感觉是怎么样 感谢 好命 感谢 感谢老天对我好 大家对我好 有一首歌我实在是很喜欢 我想也可以代表了我的一些心情 有一首歌叫陶李征春 您记不记得那个电影 陶李征春是我以前 我以前第一个电影的主题 第一个电影 是什么电影 就是陶李征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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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陶李征春是她主题曲吗 主题曲 我的好朋友给我做的曲 这个人呢 他也 他写的一个歌叫初恋 也是很好听 那时候我认识她 那个歌你还有记得 大概是怎么唱 陶李征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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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第一个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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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个调 现在是什么 B flat 现在我打的C调 C很高 我现在唱的D 可不可以 试一试看 差不多 你醉了吗 你醉了吗 你醉的事 甜甜蜜蜜蜜的酒 我醉的是 你偏偏的风产 深情的酒浓 你为神不了解 你为神不了解 每一笔酒甜 你为神不理财 我是真爱你 随便你爱我不爱 随便你爱我不爱 只要我爱你 不管你爱我不爱 不管你爱我不爱 我爱你爱你 是一个作曲家 陈歌欣先生 而唱 不好就不唱 唱不好 不会太 你看我们所有工作人员都呆了 几乎都 镜头都不会动 因为我很想念他 所以我唱了 陈歌欣先生 的确是我们中国流行乐团 一个非常出色的次序作者 他有太多太多的人才 太多太多的作品 我好多 好多歌都是请他做的 还有什么歌是陈先生写的 这个歌 词曲都是他写的 还有什么歌曲是他写的 炼之火也是他写的 炼之火 炼之火 那个歌还有没印象 好 记得一点 可以唱一两句 一两句就好 调也搞不好 中文字幕作词 河大 honour 每 name 一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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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嘞 criticisms 凡呆休, 凡呆休, 花会憔悴, 忍毁休, 花会憔悴, 忍毁休, 酒食和薪酬一笔勾, 点点的泪汗, 满眼秋, 只烟雨, 试水酒, 水云飘汤, 不过迟, 不过迟, 永远 我想音乐 音乐真的是永恒的 有时候我们在演艺的图上 遭遇到很多的挫折 可是我们想 我们有很多很好的作品留下来 不晓得多少年以后 我们还可以一起去回味它 然后让很多的人知道 我们当时曾经为这个艺术付出的心力 我们现在的辛苦也就值得了 白光阿姨 虽然你很久没有跟我们见面 然后也许以后跟您见面的机会也不多 可是 是啊 真的非常谢谢您今天 真是 年纪大了 可以 有一天 有一天就是占了一天的便宜了 可是我会觉得 谁知道什么时候就要去了 谁知道什么时候就要去了 我现在非常想说四个字就可以代表白光阿姨 她这么长的路走下来 就是不虚此行 哎呀 你说得好 白光阿姨非常谢谢你 我有很多遗憾 不是会这样子 然后我们就看望下一辈子 下一辈子 可以弥补一切 比较遗憾少一点 谢谢您曾经带给我们的 美丽的歌曲 优秀的电影 希望你以后的生活都可以很顺利 很平安 很快乐 谢谢 谢谢咱们可以 托福你 谢谢 感谢你给我的祝福 谢谢 希望以后 只要我爱你 不管你爱我不爱